有戴姆姓慌,慌哥 话说他是让所有韩国黑帮瑟瑟发抖的男人 一人干掉四个黑帮大哥 就连当地警察局长也要上门求他保护他的安全 他叫社会王 十年前坐着一艘渔船来到韩国港口 当地域民见到他时 他手中只有一把刀 没人知道他的来历 更不知道他的身份 正是这样一个神秘人 孤身一人 凭借超强战斗力混得风生水起 他加入黑帮一口气 替大哥干掉十个敌人 成功当上堂主 负责毒品和药债业务 由于他为人凶悍果断 很快培训出一群战斗力超强的手下 实力不断扩大 此时他野心暴涨 盯上了度假村项目 只要拿下度假村所有股份 他就能躺着数钱 而度假村第二大股东正是他大哥 他来到大哥办公室 让大哥交出股份 大哥经历过大风大浪 劝他不要太嚣张 他迅速掏出匕首扑倒大哥 跟着大哥腰子三刀六动 大哥整个人震惊到不行 没想到他那么心狠手辣 但这时后悔已经晚了 大哥一口气没上来 顺利投了胎 而大哥的漂亮秘书 也没幸免遇难 属实可惜 等警察赶到时 现场一片狼藉 几十个小弟被灭扣 秘书躺在大哥身边 手拉手投了胎 一个沉默小伙手拿匕首 向警察投降 承认杀人罪 由于证据和凶手确凿 警察只能结案 而这正是涉谎的高明手段 他每次杀人前 会找一个还不及钱的欠债人 让欠债人顶罪 作为交换欠债人的欠款 一笔勾销 侍黄干掉大哥后 顺利成了度假村第二大股东 他把目标盯上了第一大股东 这个股东可不得了 是个顶级黑帮 实力强劲 手下众多 黑帮大哥白毛叔隐居多年 把帮派交给两个手下 平头哥和大背头打理 虽然平头哥和大背头小矛盾不断 但只要白毛叔出场调节 平头哥和大背头都会瞬间认怂 回归正规 尽管白毛叔的势力很大 尽管却丝毫不怕 他只带着两个小弟来到度假村 和平头哥见了面 两人坐在海边相互较劲 尽管让平头哥交出股份 平头哥却让他不要太过分 而两人的小弟在外面唇枪舌战 互不相让 幸归两人都忍住了脾气 毕竟光天化日假大战斗得被抓 分别时尽管警告平头哥 他想得到的东西没人能拦得住 而平头哥知道他势力小 是个憨憨 没怎么瞧得上他 把这件事情扔到了一边 他却没闲着找到女欠债人 这个妹子很是可怜 欠了黑帮一大笔钱 只能用肉体还利息 在多次交往中 妹子对他有了感情 而他只把妹子当顶罪工具 他开出条件 让妹子顶罪 清除债务 妹子当即同意 他带着妹子来到黑帮大哥白毛叔家里 此时白毛叔正在晒辣椒 没空搭理他 他脸皮很厚 蹲下身和白毛叔套近乎 白毛叔纵横江湖多年 感受到他身上的杀气 劝他离开 他却不管不顾拔出匕首瞬间转身 猛戳白毛叔腰子 白毛叔一把锁住他的喉 让他不能呼吸 但白毛叔很快失去战斗力 跪在地上奄奄一息 白毛叔作为黑帮大哥 没想到自己会折在小头目射黄身上 而且射黄当着白毛叔的面 把刀扔在地上 让漂亮妹子顶罪 这种诚服让白毛叔不得不服 射黄走后 白毛叔被送到医院抢救 一口气没上来 彻底被送走 黑帮二当家平头哥气得瑟瑟发抖 冲进警局审讯室 锁住漂亮妹子的猴 让妹子交代幕后黑手 妹子只承认自己是凶手 其他啥也不说 第二天白毛叔被埋进坑里 成了复合肥 平头哥带着三当家大背头在坟头上 种下一棵树吸收复合肥 随后平头哥派出手下暗中调查 发现幕后黑手正是社会王 但平头哥不想和射黄正面开战 因为射黄太疯狂 如果正面开战会造成很大伤亡 警察局长那里不好办 于是平头哥和局长组队 要悄无声息干掉社会王 晚上平头哥派四个手下 偷袭射黄的小弟 从小弟嘴里得知 射黄毒品交易信息 把这些信息通知给局长 局长立刻部署人员 监视射黄等人 为了以防万一 平头哥让大背头召集小弟 待在老巢里 如果局长行动失败 就发动进攻 解决射黄等人 另一边跟踪人员发现 射黄的交易小弟 暗中跟着交易小弟来到不行界 这间交易小弟手拿黑色提包 神情慌张 不停逃窜 跟踪人员当即行动 逮捕所有交易小弟 打开黑色背包 却发现里面全是茶叶 根本没有毒品 无奈之下 跟踪人员只能释放这些交易小弟 而在加油站里 射黄的另一个小弟出现 顺手拿到毒品 完成交易 原来射黄早就知道警察盯上了自己 用出调虎离山之计 忽悠了所有人 但这还没有结束 大背头接到局长行动失败的消息 立刻让小弟手拿武器 准备突袭社会王 不料射黄的手下提前出现 对大背头等人发动攻击 对方战斗力超强 大背头的小弟很快被打败 更可怕的是 大背头的好友地中海 竟然是射黄的内奸 掏出匕首一顿输出 把大背头撂停在地 大背头只能拨通平头哥电话 说行动失败 话音刚落 地中海一刀上来 送大背头上了天 而平头哥的其他堂口 也遭受到了毁灭式攻击 黑帮重要成员伤亡惨重 平头哥接到这些消息 坐在海边干着急 这是一辆车开着远光灯出现 平头哥手下让对方关闭大灯 对方一脚地板油撞飞手下 车里冲出四个杀手 正是射黄的人 这些人冲上来 拿刀猛怼平头哥 平头哥当即反击 干掉对方三个人 但最后一个杀手武功高强 三刀六动 抽缠平头哥腰子 眼看平头哥就要没气 关键时刻 警察赶到 杀手只能撤退 平头哥才捡了条小命 经过这次大战 平头哥的实力 元气大伤 满血复活后聚拢幸存手下 私下找到射黄谈判 要和射黄一起管理度假村 但射黄是个狠人 给平头哥两个选择 交出股份 或者被杀 平头哥一看 射黄那么刚 只能停止谈判 要和射黄正面大战 局长得到开战的消息 心里很着急 如果事情闹得太大 局长会被革职 于是局长找到平头哥 让平头哥想其他方法 解决这件事 平头哥告诉局长 只有干掉射黄的实力 这里才会平静下来 不然的话后面麻烦很大 局长一看平头哥态度坚决 只能选择沉默 得到局长准许后 平头哥立刻开始 布置所有行动计划 他找到另一个黑帮大哥 卷毛哥组队 取下承诺 只要卷毛哥协助他干掉社会王 他就把所有股份 转移给卷毛哥 而他承接射黄的股份 成为第二大股东 两家一起经营度假村 卷毛哥当即同意 派出手下加入他的队伍 他得到支援力量之后 第一个先干掉叛徒地中海 然后开始反攻计划 另一边世皇接到消息 平头哥把股份转移给了卷毛哥 卷毛哥的人 已经入住了平头哥的办公场地 世皇一听瞬间发火 派德力手下带着一群小弟 趁夜黑风高发动出席 三十个黑帮小弟 手拿武器冲进办公室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头目低头一看 发现地上全是汽油 平头哥的手下出现 抬手点燃汽油 熊熊大火瞬间燃烧 三十个黑帮小弟全部没气 只有头目冲出火海 要和平头哥的手下硬钢 手下当即出手 问着头目凤凰攻击 用肩膀扛下头目匕首伤害 大尔八字猛怼 把头目打成重伤 卷毛哥的手下 为了让事件继续升级 冲上去一刀干掉头目 把头目被杀的消息 通知给了卷毛哥 卷毛哥当即下令 一旦平头哥那边放松警惕 就顺手杀了平头哥 拿走平头哥所有度假村的股份 原来卷毛哥早就和世皇达成协议 一起坑平头哥 而那30个被杀的小弟 只是为了让平头哥放松警惕 更厉害的是 世皇派出得力手下 保护卷毛哥 其实世皇想杀了卷毛哥 拿走所有股份 正当卷毛哥和世皇相互算计时 平头哥却先动了手 平头哥派出三个战斗力超强的手下 突然绕后偷袭 一阵攻击干掉卷毛哥 和世皇的得力手下 与此同时 卷毛哥派去进行联合行动的手下 也被平头哥的手下 摁在车里一顿输出没了气 至此 卷毛哥的势力被彻底清除 只剩下世皇和平头哥的恩怨情仇 另一边 世皇接到小弟 全军覆没的消息后 感觉大事不妙 迅速调集手下 要亲自出马 围攻平头哥 不料刚出门 局长出现 拿出逮捕令 抓捕社会王 小弟想动手 保护社会王 被世皇制止 局长带领三个手下 亲自押送社皇去警局 结果走到半路上 平头哥带着手下 拦住了局长的车 局长告诉平头哥 世皇已经被逮捕 受法律保护 而平头哥告诉局长 上级根本没有发布逮捕令 局长的逮捕令是假的 局长警告平头哥 不要乱说话 如果平头哥敢动手 就把平头哥一起抓了 平头哥一看这情况 只能让开道路 让局长等人通过 但刚走了没多远 局长劝世皇离开这里 再也别回来 世皇瞬间意识到 局长根本没有逮捕令 一直在忽悠他 此时世皇怒火爆发 掏出匕首 对局长三个手下一顿猛筒 车辆失去控制 直接翻车 世皇手拿匕首钻出汽车 来到平头哥面前 要和平头哥硬杠 平头哥派出十几个小弟 包围社会王 世皇瞬间爆发浑身战斗力 一路走位输出 干翻十几个小弟 在战斗中身上受了不少伤 此时平头哥发动攻击冲上去 大尔巴自对世皇一顿猛呼 抢走世皇匕首 一刀刺穿世皇腰子 世皇由于受伤过重 彻底失去战斗力 嘲讽平头哥太怂 不敢和自己单挑 平头哥也不废话 一刀上去 总是皇上的戏天 这时局长爬出车 要逮捕平头哥 平头哥却告诉局长 以后这个地方 没人敢惹自己 开着车扬长而去 一天后 平头哥拿到了度假村 所有股份 成了当地最强大哥 走上了人生巅峰 从此平头哥 过上了天天在度假村度假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群聚中 做人知道退一步 才能拿到最大利益 这部电影里 平头哥作为黑帮二把手 却一直不愿争抢权力和利益 表面上看 他很怂 其实他在暗中积蓄力量 当度假村股份成为一块肥肉时 他一直假装很怂 结果老大白毛叔和老三大背头被干掉 他受伤后 东山再起利用卷毛哥的势力 攻击社会王 暗中除掉卷毛哥 再干掉社会王 拿到度假村所有股份 成为真正大佬 他的每一步貌似在示弱 其实是让更多人加入战斗 然后他横扫全场 好了 今天电影到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黄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